离低收入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用 住在偏远或农村地区的病患 同样也受到限制 难以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 棉兰一家医院协同苏北省政府 推出整形外科流动手术车 这台流动医院固定前往苏北省的偏远地区 服务需要帮助的居民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台流动手术车里设有各种医疗设备 针对贫困家庭免费提供服务 包括糖尿病 肺结核 癌症早期检验 各项健康检验以及外科手术等等 流动医院确实给贫困家庭带来不少帮助 年仅八岁的艾尔兰格就是其中之一 流动医院曾为她修补纯裂 恢复正常的外貌 孩子的母亲对流动医院的免费服务 抱着很大的希望 流动医院的免费服务 流动医院为偏远地区域 流动医院为偏远居民进行手术 给了每个孩子重新拥有追寻梦想的能力 白新闻印尼报导